高雄市長陳其邁拼連任 一早七點半在前鎮的路口來敗票 氣爆重傷的機車行老闆徐彥祥路過 還特別停下車來 帶著狗狗留下了合照 這次請假投入選站 一早站完路口 連衝兩個菜市場 先到鳳山的肉朵公市場 才剛剛踏進市場 馬上有熱情民眾要求簽名要握手 更有攤商直接拿出鳳梨要送陳其邁 陳其邁 動算 陳其邁 動算 我真的好 我真的好 象徵好彩頭的蔬果 隨著陳其邁一步敗票 選民也展現熱情 而巧的是 國民黨的市長候選人柯智恩 早上行程也在市場 而且是鳳山第一市場 這一邊柯智恩先前已經亂過一圈 柯智恩啊 三個是敗市場 同樣的區域先前就已經拜訪過 第二次掃街 剛好跟對手都在鳳山 看看陳其邁的肉朵公市場 和鳳山第一市場 兩邊距離只有五公里 接下來兩人的行程一樣 都在附近市場 這個行程難道是刻意安排的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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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大家 柯智恩早上下午 連跑兩個市場 鎖定的都是鳳山區域 而且不只跟陳其邁距離近 下午的鳳西市場 前一天陳其邁才剛剛拜訪過 市場是柯智恩的日常 然後呢市場是屬於大家的一個空間 歡迎市場 跟我們一起加入跑市場的行列 希望說議會能夠過半 所以我們就盡量以母雞帶小雞 讓他團隊作戰的這個方式 藍營陣營不約而同鎖定人口 多得行政區來衝刺 差點正面交鋒 但是選將來來去去 如何讓選民有記憶點 更是挑戰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